其實很期客的 很長久不就不舒服了 第二件事情是說未來的話 其實我們還是要徵求可能性 希望說兩岸多出色素一點善意 畢竟來講 以前在五年前 其實在五年前 我記得是時代雜誌 還是經濟權就把台灣 列於比烏克蘭跟俄國之前還危險地區 那現在烏克蘭跟俄國都打仗了 我當然不希望台灣 我當然不希望台灣打仗 但是我們是不是要想辦法 把這些風險 做一個控管 把這些危險因子氣量往下壓 所以我覺得兩岸開始 不管是誰當政 一個有邏輯的 相對有善意的溝通 我覺得這是必要的